好 現在講解一下平姐怎麼做 那一開始在打劫的時候啊 你可以找一條不一樣的顏色的繩子來示範 那我拿右邊 就是紅色的這條來做示範 那首先呢 它的口訣就是 同一條繩子 壓人家兩次轉兩次 同一條繩子 壓人家兩次轉兩次 我的壓是有請往後 叫壓 好 那我做一次 我拿紅色的 壓白色的這一條 有請往後 壓下去之後轉一圈 好 那紅色的這一條呢 繼續 再去壓白色的這一條 好 轉一圈 好 這樣就結束了 OK嗎 它的解釋全部都平的 你再怎麼用力拉也都會是平的 那做一次常見的失敗 失敗的做法齁 就是 失敗的齁 同一條壓它之後轉 好 然後接下來換條齁 換條壓它再轉 這樣就是失敗的 做完之後感覺很像 但是用力一拉 你會發現它是整顆卷在一起 好 這樣是錯誤的 好 同一條壓人家兩次轉兩次 然後呢 平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在解開是很快的 像這樣 壓它之後轉 好 再做的時候 壓它再轉 好 這樣要怎麼解開呢 很簡單 把某一邊 某一邊 假設就同一邊了 把某一邊的繩子整個撤直 好 假設把紅色這一邊撤直 撤直完之後呢 欸 這樣就可以解開了 直接抓住繩子撥開就可以 可是在撥的時候 繩子這邊不可以有單截 所以這邊單截要先解開 它就可以整個撥開了 所以如果是用尼龍繩來操作的話 像很細的繩子啊 打平解一樣可以拉開就撥開了 好 那這個解 補充一下 這是用來針對兩條繩子粗細大小一樣的繩子 好 好